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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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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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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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师长 即使我们获得了人生报 也会犯下许多的错误 在生活方式各个方面都会不知所措 比方说立身处事 种种待人接物的行为 乃至于我们隐身养活的方式 都可能会有很大的错误 而导致许多的痛苦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的行为的准则 处事的方法 或者是许多的科学知识的学问 都仰赖着老师 这是从世间人常的角度来说的 那么如果从出世间的角度 从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么导师的角色就更加的深远了 他作为我们还没有称佛之前的 生生世世的引导者 所以他的意义是更加的重要的 所以应当要了解老师他的价值 以及要意念老师的恩德 懂得意念师恩 对自己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如同上吾所说的 如此以来才能将上师的功德 融入到自己的内心当中 自己拥有如此的功德 那么我们请诸位法要看到十二页的上方 我们现在来探讨十二页的第一句 我们来探讨的是 我值的过患 我值的缺点 我看到第一句讲到了 牢固我值厉鬼 住云内 这让人们探讨的是 是 нужен 对 这个人们相当于 不在于 这一人 这个人们 这一人 又不是在于 这个人们 聆解 在中国 这一日 他们 这一日 如果是起床的一件事的成山 那些人呢現在在工人上去 那些人在那兩句話 那些人在那裡 那些人裡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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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把我值批语成 它是最终会带来灾祸的祸根所在 它就在我们的心中 这句话是这么样的意思 所以真正的祸害就是 自我的观念 自我中性的观念 我们一生都在保护 都在保全的就是自我 有些人这种态度比较强烈 他一辈子都急急盈盈的 在守护着自我的概念 把自己保护得非常好 但是与此同时 假使不能够认识到 其他有情的处境 只顾虑到自己 只以自己为中心的话 这实际上是一种 缺乏智慧的表现 如果有智慧的人 在看待人我关系的时候 看待自己跟他人的 相处模式的时候 将会发现 假使我为了自己 而去牺牲他人的利益 伤害了其他众生的话 则必然会受到 其他众生的伤害 这样的伤害行为 反弹到自己身上来 如此就会因为造了 负面的业 所以就感得不好的果报 具足智慧的人 会看到这一点的 也就是说 从心境正法的角度而言 会看到怎么样怀着智慧 来正确处理 自己跟他人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在这个世界上 国家要能够安乐 必须要立即于 自己跟他人 拥有平等地位 为人民去谋求幸福快乐 这个角度上去发展 如此一来 那么大众都可以享受安宁 就会有好的光景 假使说今天在 在经营国家的时候 所盘算的都是一些政治考量 不去顾及人民所需的话 就会带来很多的灾祸 所以问题就在于 是否能够察觉到 根源在于 一切的根源在于我值 要从这个我值去下手 了解自己一切的痛苦 都源于我值 它是最麻烦的问题 在这个地方 就会有很多的事情 在这个地方 有一些计判的 在这种方式 那些计判的 尽判的 它是很少的 这种方式的 那些人 是一切的 在这个地方 在这种方式的 这个地方 就像我专门的 一些双头 这些的地方进去 本磊子会在那里面 放到三个地方 没能够 放到四个地方 放到三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他身体会自足啊 那这一样 找到在这儿 跑到三个地方 把这些地方 一直在这里 窃打至主动 出聪决的人 設 fabric Verizon angular inicial 再呈 那 那 小 這裡 到了 我还要开始,想想想想就去索市 巨岑 你自己索尿掉了 我冒冷了,拿到贴 你到这里面就被捉了 你运动,我就想分享 你运动,你运动,你运动 那你运动资那讹者,你运动... 你运动,我运动,你运动得很细一点 你运动,你运动得太细了 从宗教灵性的角度来讲 宗教之间的冲突纠纷往往也是来自于自我中心 只考量到自己 所以在宗教跟宗教之间就产生了矛盾纠纷 认为我的宗教我的信仰是重要的 他人的信仰就不值一提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就是宗教之间需要透过研讨跟交流来改善的问题所在 那么就像是如果说今天只是 我看到别人脸上的有什么样的瑕疵 别人看到我脸上有什么瑕疵 然后互相的指出这些问题 然后紧抓着这样的问题不放的话 那么就会产生更多的冲突 比方说宗教之间就是看到别人有这样子的缺点 就去指责人家的缺点 对方也反过来看到你的缺点 就指责你的缺点 所以麻烦就这样衍生出来了 其实不管是世间人伦的法规 或者是灵性宗教的法规 其实大家的追求都是如何能够增进生命的品质 增进人们的幸福 宗教不外乎 透过此心跟悲心来增上人们的幸福 如此而已 那么之所以会运用宗教反倒带来祸患 就像这边所说的最长远或者是终极的祸害 终极的祸根就是我执 所谓的牢固我执 那个牢固执的就是终极的祸根 为什么叫做祸根呢 因为它会毁坏 毁坏幸福 因为当我们以自我中心来看待事物的时候 我们只在乎眼前今生的幸福 然后我们只在乎自己的幸福 于是反倒就这样的自我中心就葬送了今生的幸福 葬送了慈心跟悲心的功德 所以我们称它叫做终极的祸根 如果说我们被这样子的我执所影响的话 就会不在乎他人或者是将他人作为牺牲的代价 在这世界上许多的苦难就从事而来的 它的问题的根源在于自我中心的 大家签转过这边 趾只没有在那倒是 它就是中心我们做阔的 共产 transact大家从那在过这边 相对你当大家都在视力 为什么我们是在那间 是啊 是这么 美性就反对我 那么我就在顾态 他反正的话 相信我们是 这边——在那个رف的 许起自己的 因为 Far сложно 本人在谷逐游 在讲证明的文化,导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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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化。 你看上它的荷衣的荷衣是善与那陆的土硬而有的荷衣 把炎好有的荷衣是到他那些 这些都是用的 全部都会有的荷衣是做에도真的 就像这些人在鱼边 真的像鱼边一般的子 自己是哪怕鱼才能 因為當然很多能 Rom朵誕 尤其 big 我都很臭 我都會有一些 很臭 所以在真实的宗教信仰当中 我们以佛法来说的话 是在正法的角度上来看 轮回的根源是自我 本来诸法是无我的 但是我们把它执着自我是存在的 佛陀就说过了 如果今天自我是实存的 那你执着它实存倒也没什么问题 问题就在于它本身非实在 那你执着它实在 而我们怎么执着自我呢 往往就是用手指指着自己的身体 就说我我我如何如何 也就是把自我跟身体画上了等号 于是就把我们的物质的身 跟身跟自己扣连在一起 但是这个身体它是会消亡的 它有一天会失去 失去身体以后 我们就只剩下这个心了 所以我们更进一步的 所依附自我能够平一的对象 就变成这个会相续的心 于是我们就对于心 所能够接受跟不能接受的事情 就采取了贪跟吃的判断 比方说有利于己的 有利于自方的 自己这一方面的人 我们就产生贪心 与之对立的就产生称心 如同尚无所说的 在成活之前 自我只要仍然存在 没有消亡的话 由自我所衍生出来的苦难 就不会停止 而如果我们真的通达 自我是不实存的 也就会通达他者也可以实存 因为自我跟他者是对立的概念 当通达自我不实在的时候 那么自他这两方面 其实也就崩解了 在这当中当然要先晓得 人我是不存在的 比方说有些人会说 他人跟自我是两个 我们的身体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两个人 我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但是当然是从身体 生理的角度来说 可以成立两个人的身体 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的心仍然是相同的 但即便是你说身体 等于自我 那么对于身体何处有自我 你去加以分析跟拆解之后 会发现实际上并没有办法 在身体的任何部位 得到一个所谓真实的自我 那么得不到这样真实的自我 我们却又紧抓着 真实的自我补放 在一切所作所为当中 都带着自我 比方说你从欧毛尼背面 轰的时候 也并没有放下自我的习气 也是自我习气非常的强 那么就没有办法 运用这个方法 来将自己自我的习气给弱化 反倒强化了这个自我 如此一来 因为我们紧抓着自我不放 所以本来如同 如同结冰的冰块的 那个我执心就越来越强盛 就没有产生到 对它做消融 或者是令它被破坏的效果 应该要晓得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待的话 一切的问题的根源 都会来自于这个自我 但是真正去抖析它的时候 它是无法成立实有性的 而自我的非实有性 就是我们所谓的空 我们所谓的空 人们所谓的空 两个人打算 !" 物理解 人们所谓的空 生意的空 这就有空 我给人去拿 你当比我 我给人 从而 你从来 在空 我给人去 我给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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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 我给人家 他 三十多 我给一个 那半牌像 устрой 那半牌门就被打了 不去不去 但是那一半 就另一半 一 Spoorum 就不可以睡 яд hoc 放手 放手 那朝凡是 gek· Cow啦 coats唸的人 把心托深 除了 把心托深 或 technologies 每周都年央 都不可 只要是 π letter ност 大臣就 redemption了一段時間 我 就 聊 你 打 ерх 今天 以前晚上你看那集雲之羽膜 灸火雞膜 那些看起來都在佛呆幸的 他們的那些年次歖卞水 最近人家的三次不能夠 His海外公団 choix 我跟中國走 這樣就不colored 這些武器讓他們被他的玩意 讓他們爬 Chang Vol 那些人說 他們在哪一管 你呢 这个人就是这么 beef盖 做得好 他曾经世界章对此 他说 是什么 还不把自己见到 跟那些人公典的 FRM heure 在半 Gol 都是 採採出来绘ショップ 一起穿得 again 巡 planetary 三重 冰再拿回去 二重在下 以言人生成 regarding comb안不 corr 在陪估计 Jadi俺上现在 策上 folder 或者就是把肉汁放在我上下 如果你想要自己的那些 去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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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可以 去那些 那些 是不是 就不可以 但我 有些 这一句话提到了 最根本的 祸根是我值 它如同在我们体内的厉鬼 这个厉鬼的意思就是带来灾祸 什么样的灾祸呢 就是导致浪费 糟蹋掉 它的动词是浪费或糟蹋的意思 就是造成浪费者 造成糟蹋者 什么东西被浪费跟糟蹋掉呢 就是福德被糟蹋掉 什么是福德 福德实际上就是慈悲 慈心跟悲心是我们真正的福德 就像是菩萨们之所以能够 使自己跟众生都能够被安置在 暂时人丁的境界 究竟的一切知跟解脱的境界 是因为具足 慈心跟悲心所来的福德 那么这是真正的福德 而其他的 其他带有我值的情况 所做的善根是什么呢 他所做的善根是不清净的福德 虽然有福德是有福德 可是他的所培植福德的方式 并非清净 所以就成为浪费了糟蹋这个福德 比方说布施有所求 就是一种糟蹋福德的态度 认为我现在做的这个布施 是因为之后能够从 接受布施的对方那边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之后他会如何回报我 我会从中得到什么样子的善根 什么样的福报 所以我做这件事情 在这个想法当中 他带有的是 我将会获得什么什么 我要获得什么什么 那么如果不是有自己 不能够从这件事情当中获得什么好处的话 就不愿意去做 所以这样子的布施 就会带有吝啬性跟自我在里面 那他就变成了不清净的布施了 今天无论是初世间的宗教的传统 或者是世间的人伦的传统 在哪一种方式来度日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有用福德的 但是要有福德的话 就必须要讲究他的方法 比方说有些人他希望 布施能够让他获得福德 他希求那个福德 希求他的好处 固然他能够从中获得福德 这个福德也许可以用几辈子 在几辈子当中 他可以想出这个福德带来的好处 但有一天这样子 这种想法所带来的福德 终有一天他是会耗尽的 就像是商人 他想要牟利 他想要透过哪些善法 来让他能够获得福德 可是因为这种态度 反倒让他变得破败 他将来可能会 就是在有限的福德用完之后 他享受了他的荣华福贵以后 因为福德已经摔损了 所以最后可能会走向破败的人生 这也是跟他的福德 并非亲近法的福德是有关系的 那如果今天我们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的利益 去累积福德的话 比方说为了众生去做布施 那么这样子的福德 确实能够承办战时的功德利益 比方说人天的善趣 以及就近承办佛果的功德利益 他就被称为亲近的福德 因为他没有自我的盘算在这里面 如果说我们之所以称 我执叫做利鬼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把福德给消耗掉了 那当我们不带有自我的盘算的时候 这样子的对众生的爱 对众生的慈悲 那个就是亲近的 我们上午有提到了 能够以小的善根 表面上的小善根能够承办广大利益 就是基于心里面是要利他 而不是自利的这种想法 如果说我们能够 能够这样子去做的话 即便是表面小小的善法 也能够承办广大利益 但与此相反的 如果不懂得利他的想法 则我们虽然做布施词戒 等的这些修行 他都不会真正成为六度波罗蜜多的 这样子的态度 就使我们本来的六度波罗蜜多的行持 遭到了破坏 变成了糟蹋 这个就是所谓的利鬼的意思 那本师师相反以弗而成说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最主要的就是调伏自己的内心 自尽其义的道理 那这边所讲的心是说 我们的心的本性 是具有此心跟悲心的功德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 如果你这样子的功德 带着我直的话 他会糟蹋原本的功德 糟蹋福德的 所以必须要认识到我是不成立的 我跟他的对立是不成立的 如此才能够成佛 只要是没有放下自我的话 那么二曲对立的 自他对立的情况就不会被解决掉 如此一来是没有佛果可成的 那么要了解一些法 信空不是只是了解他空而已 在空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的应该要修持 此无量心开始的立他心 才有可能进一步的 真正拥有圣观的智慧 如此才能够获得福果的 并不是说在知识上 在理解上 晓得空就可以万事大吉的 并不是如此 那么一名但然后修持 在体验中的闔 他们就被人磨了 这就是我所讨计后的 他们的自然计则 在这边 你真的不知道 在多次之间 是 他们都在治疗 在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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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治疗 地el磅 三鴨一八三鴨一八 三鴨一八对 yönли什么 三鴨一角三鴨一角 对于三鴨一角 大能许云女前身上却六请ى那三鴨一角 真是不رو有其事 y过电军 那破族嘛,你那時候就等不等了,那時候呢 這時候,兩人這樣子打破了 那麼,下面又講到了 思緒全成為圖真煩惱 就是凡是一切所思都成為增加煩惱之因 就是所謂思緒全部圖真煩惱因所行 全部閒聚不善果,解脫之道,少分不能及 所以這一段話的意思呢 就跟志德蜜勒日巴他在道過裡面所講的是相呼應的 對於將自己所追求的明文律養 跟一切與他人交往的這些談論都轉為 投入在會共論當中 一切所作跟一切期待都把它轉向於不失的修持當中 對於今生健康無病等的希求心 這種貪著性呢 都把它轉為真正的行持 清淨的福德法當中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只是想著今生 我們只是經營今生 希望他過得順遂,不會生病,能夠健康 這樣子呢,當然我從此去行持的善法 他會有福德,但如同前面所說的 這種福德只是暫時性的 最後並不能夠給我們帶來永恆的安樂 所以這邊這三句話的道理我們需要常常去意識它 凡是一切所思 最終都有可能成為增長煩惱之因 凡是一切所做最終都會涉及不善之果 然後這樣子做的話 shops 會連朝向解脫都說不上 會連朝向解脫 Narayan knowledge 都說不上 當然, gotta be something that He was 我叫他人去的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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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的制度主义的 我像不叨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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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的 越来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高越越高越有的 越来越高越了 越来越高越迦了 越来越高越多了 越来越高越越宗教 越来越高越独立 越来越高越的 越来越高越大 此处提到了解脱之道少分不能及 就是尚且没有转向解脱道的这个状况 为什么没有转向解脱道呢 因为所谓的解脱终极而言 应当要从自我 我之当中解脱出来 那前面所做的这一切 会使我们无法从解脱道当中解脱出来 释放出来 所以不管说是行持善与不善业 假使没有从自我当中 没有从我之当中解脱出来的话 那它就最终不会成为解脱分的 下面又说了 上师之也悲心诉故事 我之从根断除其加持 我之的状况是不断在发生的 那么我们要让他断绝 让他终止 但目前却没有找到能够终止他的方法 我们不断地强化我之 这是我们现在的状况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希求的是仰仗上师的大悲心的加持 令我能够使我之中断 怎么会有我之呢 我之后运作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它是配合着自我的觉知 自我的概念不断地被强化的 比方说桌上放的东西 这个是我的饮品 这个是我的杯子 这个是我的物品 每当起一个念头的时候 都是在上面附贴了一个我的概念 每个念头都会带有一个自我的概念在里面 所以每起一念就有一个我 这样的话我之就不断地被强化 那现在我们希望得到的加持就是 借由方便 借由上师的加持 令我这种一起念就带着自我的概念 自我的想法 这种状况能够逐渐地减少 让我的力量逐渐地越来越弱 越来越没有权力 不能够影响我 为此希望上师能够加持 上师指的是什么 上师指的是菩萨 而究竟而言 最究竟的上师是慈悲 为什么说最究竟的上师是慈悲呢 因为我们现在所讲到可见的上师是从身来讲的 那上师的身与意当中 意比语更加重要 语又比身更加重要 所以心意 上师的心意实际上是最为重要 那上师究竟的心意是什么 是菩提心 也是慈悲跟慈心跟悲心的展现 所以应该要晓得 究竟的上师是慈悲 愿意是菩提心 愿以菩提心而根除我之的意思 对于我说 不然是菩提心 我来说 这些人在这些上师 是菩提心的 他学生的 他学生的 他在这儿 他说 你是菩提心 他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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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菩提心 我学生的 就是 你学生的 我学生的 这就是 你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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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Aí有飛了 begins,那下面叫喜多了那慢慢打了 雷臨再加湊到了, pical子叫喜多了, 那秋 男生說為何那叫喜多了 他從頭所以叫喜多了, 叫喜多了 intensity 那後 我下早已被 frase〟, 所以他在��拿 someone's feet 都等其他人的ize stop 它在河原上的交通咨语agine, 你刚才提炎漏 只要充满了 那相体地还可以推卸, 好咯 那人闕上 虽然我开拓在一起呢 不用笨ивают什么 可以不以四流的目的 不要拉着,在眼睛扰。 不太膚都可以打来, 根本不就想到。 那么,那些事啊, 都是吧, 而这么说, 我们有机会的, 我们会知道, 在这些读题上, 不, 稍微乘机立声洗不洗 烧出恶语立宪防备甲 只要一起了赞誉就感到欢喜 只要有人批评马上感到不悦 或者是一听到他人口出恶言 马上安忍的铠甲就失去了 就没了这个安忍的防护了 此处仍然谈的是我执 我们都晓得我们现在对于自我存在 或者说自我所扮演的角色 并不是那么样的清楚 我只是一直都相许不断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察觉这一点 常常会说在心性的教授当中提到 自我是不可得的 他的本性是空的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 有一个弟子去找一位上师 为他做心性直指 上师就说你要直指心性的话 那你把我找给我 找了以后找到我再来直指我的心 再来直指心性 然后弟子就回答了 找不到自我 找了半天找不到自我 上师说你找不到自我吗 那你来干嘛呢 他说我来求法 他说对啊 我来求法 所以你的自我已经出现了 不需要找了 已经找到了 所以这个自我的存在是非常隐为的 我们并不晓得这件事情 那么他在很多时候方方面面的会出现 比方说当我们在听法的时候 感到心开意解 感到非常的欢喜 谁在心开意解 谁在欢喜呢 是自我在心开意解 在欢喜 然后当他人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讲了一些难听的话的时候 我们开始指责对方 怎么会批评我呢 他怎么讲话那么难听呢 他讲话难听的对象是谁 是自我 所以这个时候 贪跟撑就作用了起来 你的欢喜心 还有你的反感心 其实就是贪跟吃 所以贪撑是在自我前提上 日以继夜不停地作用着 这就是为什么 而这就像是在 佛字行三十七冲当中所说的 我们要察觉到自我 他就是一切贪生的来源 他就是一切货根 如同前面所讲的 牢固的我值得利鬼 他是在我们自己的体内的 那么这一段话就讲到了 稍微趁机立身喜不喜 烧出恶与立施 安人假的这个道理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认识呢 就像是至尊密的日报所讲的 当他人对自己恶言相像的时候 实际上这是有利的 因为恶言相像能够激发我们的安忍 并且破坏我们的自我 能够消灭我们的我值 所以恶与恶言相像是有利的 应该这样子去看 把我值当成真正一张打击的对象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如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且 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阴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旗舰49日药师法会 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 时间每日下午2点开始 恭请战性法师主法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荡路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避免信众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 共募佛恩 欢迎加入分会爱群组 可登记病苦者 每日法会后皆会回向 大家好 我是吴秀梅 民众使用家用快筛试剂前 请详阅说明书 依步骤操作 并洗净双手进行裁剪 裁剪时头部围往后扬 将裁剪刷 依序放入两鼻腔 旋转取样 接着将裁剪刷 放入萃取液中搅拌混合 将混合后的萃取液 滴在卡辖上 依说明书指示时间等待后 检视卡辖上显示的 条线判读结果 如果吸线没有显示 则为无效测试 应以新的检测套族再做检测 除了使用家用快筛试剂 留意自我健康状况外 也呼吁大家 弱实个人防护措施 保护自己及身边的人 放生必有后福 阿辉从小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他年幼的时候就特别心慈 每当看到小动物受到欺负 就会感到难过 当看到别人吃鸡鸭鱼肉时 也会感到很心痛 爸爸 你回来了 是啊 阿辉 你看 我给你买什么回来了 啊 好大的一条鱼啊 怎么样 很不错吧 今天我就给你做红烧鱼吃好不好 啊 爸爸不要伤害这条鱼 它是我的朋友 啊 你的朋友 阿辉 你真的不想吃鱼吗 是的 爸爸 我们能将它送回家吗 啊 送它回家 你这是想要放生吗 老公 你真的买鱼回来了吗 我不是说过吗 阿辉是绝对不会吃鱼的 别的孩子都喜欢吃鱼 为什么你偏偏这么特别呢 爸爸 妈妈 求求你们不要杀害这条鱼 我能感觉到 他心里非常害怕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请不要伤害他 老公 阿辉的老师说过 阿辉 他简直就像是一位吃斩念佛 心地慈悲的修行人 啊 吃斩念佛的修行人 爸爸 爸爸 以后不要再吃鱼肉了可以吗 求求你答应我吧 嗯 好吧 那这条鱼 我们能将它放掉吗 我真的很希望它可以活下去的 啊 那好吧 阿辉 那我们就一起将它带到河边 进行放生吧 爸爸 妈妈 求你们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吃肉杀生了 好吗 好的 我答应你 阿辉 妈妈也答应你 以后我们就只吃素好了 谢谢爸爸 妈妈 从那以后 阿辉的父母受他影响 开始吃素放生 而随着阿辉渐渐地长大 他感动越来越多的人 跟他一起来吃素放生 走向修行这一条路上 姐妹们 你们看 我带回来了什么好东西 啊 虾 你买回来了虾 是啊 你们知道吗 我做游门大虾可是很拿手的 一会儿我就露一手 让你们饱饱口福 妹妹 你难道不知道 我们都是吃素的 什么 你们都吃素 是啊 妹妹 你刚来这里也难怪会不知道 好了 现在知道了 就将这些虾拿去放生吧 放生掉 这也太可惜了吧 既然你们不吃 那我就自己吃好了 我劝你也不要吃这些虾了 你难道就没听说过那句话吗 杀生得恶果 放生得福报 啊 你们不会也是因为相信因果报应 才都吃素的吧 是啊 过去阿辉也是这样劝我的 没错 阿辉啊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阿辉 大家之所以相信善恶有报 都是因为你的缘故 是的 因为我不希望我的朋友 因为杀生而遭到果报 所以我便规劝大家行善放生 听我的 不要再杀生了 赶快将这袋子虾拿出去放生吧 好吧 我就听你的 不过今天天色已经太晚了 明天我们再将它放生好了 嗯 那我们就等明天 再将它们全部放生好了 哎呀 不好 怎么回事 阿辉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好可怕啊 啊 阿辉 你做了什么噩梦啊 我梦到了好多人正在哭泣 他们像是我的朋友 但是我又认不出他们是谁 那他们究竟为什么哭啊 他们的一位伙伴去世了 他们哭得非常伤心 而且他们还恳求我一定要救他们 让你救他们 那你要怎么救呢 我也不知道 是虾 在梦里 让我救他们的那些生灵 其实是水盆里的那些虾 这怎么可能啊 阿辉 刚才你不是梦到了一群人 正在为他们死去的朋友哭泣吗 难道说盆里的虾 有一只死掉了 不用猜 我去看看就明了 啊 怎么会这样 真的有一只虾死掉了 真是不可思议 阿辉 果然是这些虾托梦给你的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阿辉 难道这些虾真的这样有灵性 没错 世上万物都是有灵性的 所以肆意杀戮肯定是要遭到报应的 天亮我们一定要将他们送回河里放生去 就这样 阿辉不但自己吃素放生 还无时无刻劝说着身边的人 他希望自己身边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做到行善放生 当然也有人对他的观点并不认可 阿辉啊 你干嘛要跟着我一起回到我家乡啊 我要去救那些可怜的狗狗 你不是说这个季节正是你们家乡去办狗肉节的时间吗 狗原本就是人类的朋友 而将他们宰杀了当菜肴 实在太残忍了 我要去救他们 你知道狗肉节是要宰杀多少只狗吗 你救得了全部吗 能救一只算一只 我也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拯救这些生命 阿辉啊 你为了救那些动物 这些年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你觉得这样值得吗 当然值得啊 我这样做 一来可以挽救那些生灵的性命 二来 也为自己记下了福报 这样一举两得的事情 何乐而不为呢 你一直说放生会得福报 可是这些年 我可没看到你得过什么福报 阿辉 福报真的存在吗 当然 我坚信因果轮回 善恶有报 哎呀 怎么回事 火车在通过一条大河的河边时 突然出滚 一下子就冲进了河里 许多乘客 无损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阿红 阿红 你没事吧 阿辉 你 你没事吧 我没有事 阿红 你怎么会伤得那么重啊 我们不是坐在一起吗 你怎么没跟在我后面 一起游出来呢 我当时就跟在你身后 原本我可以和你一样 顺利地从车厢游出来的 可谁知一股水流 将大行李箱冲到了我身上 直接将我砸受伤了 啊 怎么会这样啊 阿辉 你说的没错 善恶有报 这次我回家乡 其实是想再尝一尝家乡的狗肉 而你却是想拯救那些可怜的生命 杀生得恶果 放生得福报 真是一点都不假 阿 阿 虽然我一直劝身边的朋友 要多行善放生 虽然我告诉他们 行善放生就一定会得到福报 可是 我却从没想到 福报真的会降临到我身上 难道 这真是我平日里放生 而得到的福报吗 从那以后 阿辉放生的次数越来越多 而且 他还经常 用自己这次的遭遇 来规劝他人 阿辉 你真的一点都没有伤到 是啊 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那么大的灾难 我竟然只有一点点的擦伤 的确有些 令人难以置信 阿辉 过去你经常说 行善放生会得福报 你这次遭遇 不正是很好的证明吗 没错 一定是这样的 看来我们今后也要多多放生才行 没错 我们一定要多多放生才行 所以从那天起 我每周放生的数量比过去多好几倍呢 阿辉 你每个月收入的大部分都用在了放生了 这么大的开销 让你怎么吃得消啊 没关系的 我平日里的开销本来就不大 所以可以将大部分的钱用在放生上面的 阿辉 你最近不是打算坐飞机回家看看你的父母亲吗 现在你这样花钱 怎么能存下买机票的钱啊 机票我已经有了 是一位陌生的大叔送我的 啊 一位陌生的大叔 既然是陌生人 他怎么会送你一张昂贵的机票呢 说起来这也是一个机缘 那天我路过市场的时候 正遇到一个人拎着一只可怜兮兮的小狗 阿辉 你看 那个人怎么用这种方法拎着小狗啊 那只小狗看上去好可怜啊 是啊 他怎么能这样对待那只狗啊 大哥 你这样拎着小狗 小狗会很不舒服的 麻烦你把他放下来吧 他马上就要死了 还有什么舒不舒服的 啊 马上就要死了 是的 我正准备到市场里 找人将他宰杀掉 用他的肉来做菜呢 啊 你说什么 你要吃掉这只小狗 没错 现在正是吃狗肉的季节啊 这个时候吃狗肉 是最滋补身体的 大哥 请你不要吃它好吗 是啊 大哥 请放过这只可怜的小狗吧 行善放生 可是会得到善果的 我的朋友阿辉 就因为平日里经常行善放生 所以才躲过一劫的 善果 善果对我来说可没什么吸引力 如果你们真想救他的话 可以将他买下来呀 三百块 我卖你们怎么样 啊 三百块钱 这也太贵了吧 嫌贵就快闪开 我还等着狗肉下酒呢 三百块钱是吧 好吧 我买下它了 就这样 我买下了这只小狗 没想到那个人 并非这只小狗的主人 我们在返回住所的途中 遇到了这只小狗 真正的主人 我们将小狗还给了它 当它得知 我想要坐飞机 回家看父母时 它竟然帮我买了一张机票 送给我 当作我救它小狗的谢礼呢 看来 寻善得